好 那我們準備進去囉 欸... 格樓還要再往上嗎? 怎麼回事? 欸?隱形的牆? 因為無法改變過去吧 這就我說溺血無法改變死亡 成名之間各司其職 為了避免月季導致世間失序 成名掌控的區域之間存在這種因果屏障 風、神、四、掌、時、空、四季流轉 但不負責生死輪迴 即使是他也無法打破這屏障 怎麼會這樣 喔 是他 安田小姐 你在猶豫嗎? 這些人都是無辜的 我下不去手 安田小姐 仔細看看下面這些人 他們把你當作怪物 用各種古怪的外號 羞辱你 你傷害過他們嗎? 沒有 你從沒有傷害過他們 甚至你非常愛他們 你把自己貢獻給電影 就是為了回報給 回報你摯愛的觀眾 而他們 從來不在乎你的付出 在你出事前 他們把你捧上神壇 你出事後呢? 同樣是他們把你重重摔在地上 又是誰? 又是誰在你出事後關心你? 是青鳥巨色的大家 安田小姐 我們是你唯一能信任的人 而現在樓下這些人 要把巨色從這座劇院趕出去 安田小姐 你要守護劇院 守護大家的心血 動手吧 只要把這個罐子打開 扔下去 非常簡單 住手 天啊 沒想到居然就是他本人 快住手啊 求求你 住手 哇 看到自己的過去真的是很心痛耶 我終於明白 蕙小姐為甚麼急於阻止這場悲劇 他醉著過去的自己 聲勢力竭地呼喊著 直到聲音被磅礡的大雨形容的慘叫聲 淹沒 看到自己又發生一次這種事情 心裡要怎麼承受啊 我還是那麼天真 天真以為 報復能解決一切 天真地以為回到過去就能挽回犯下的錯 大概就是 大概這就是神明對我的懲罰 是我害死的那些無辜的人 是我讓他們靈魂不得安息 呼籲 劇院裡的怨靈 都是因為我犯下的錯 蕙小姐 蕙小姐 你提醒了我 我想到一個辦法可以消滅怨靈 哦 我怎麼突然想起來了 西安小姐 是甚麼辦法 你確定這樣有效 之前在陸名村我嘗試過這個方法 但我不確定一定能成功 而且需要蕙小姐冒險把那個怨靈引到這個樓基間 蕙小姐 這個方法有一些風險 如果你願意先信任我 自從變成這副模樣 我不敢再相信任何人 但看過西安小姐的經歷後 我的內心不斷告誡我 再試著相信別人吧 所以說 蕙小姐 我願意相信你 這是我聽從內心做出的決定 嗯 蕙小姐謝謝你 那我們先回到98年 好紅 這個任務很危險 請注意安全 蕙小姐也是 聲音是從一樓傳來的 看來越靈在一樓 好 蕙小姐 蕙小姐 事不時宜行動吧 我們先存個檔 好可怕 一樓一樓 诶 這些是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都可以對話 是你害死了無辜的人 一輩子都回來痛苦和自責中吧 喔 全都是怨靈的話 怨靈在一樓應該是在祭壇那邊吧 噢 聲音是從放映廳傳來的 哇 這些都是很 很嚴厲的指責耶 來看一下怨靈長怎麼樣子 你不要過來 我身後就是風神 快離開啊 我再也不會弄出那些噪音了 我現在都宣布最初的樂團 不是這樣子吧 欸 你的目標是我 喔唷唷唷唷 他的正面 好可怕 快離開 快離開 來 等等等等等 地板在這洞 終於終於終於 還好還好 差點掉下去了 好險 信號趕上了 抱歉 我把怨靈引到門口 它就消失了 沒關係 我已經做好準備 現在只要等 仙人小姐 欸 它要幹嘛 它要帶到不同的時空嗎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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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獎 我們為什麼要來屋頂 如果沒記錯 刺鬼曾經說過 哭語也會腐蝕妖怪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 怨氣都集中在 劇院內側 靠近大門和窗戶的地方都沒有怨氣 所以我猜測那只怨靈害怕哭雨 我明白了 你想要把那個怨靈引到樓頂 用哭雨消滅它 可真 它都會引到這裡嗎 你還記得陸名村幫御賢小姐逃婚時 我用手錶進行了 來進行時間回溯來躲避狐狸的追捕嗎 記得 你是要 嗯 魏小姐的手錶還在我這 我先把手錶放在這裡 記下時間 再戴上手上 然後故意讓怨靈抓我 在被抓住的瞬間發動念血 就能帶著怨靈一塊回溯到樓頂 因此小姐贈送到海螺時能保護我們 免受枯雨腐蝕 而那只怨靈會被直接暴露在枯雨中 哇 這個很冒險耶 哦 哦 確實帶上來了 怎麼了 怎麼了 剛剛在旁邊那兩個人 在雨幕中我仿佛看到被毒氣殺死的人 施扯的怨靈 他發出悲鳴 最終 伴隨著枯雨消失在劇院的上空 哦 咦 哭雨也結束咧 哭雨和怨靈都消失了 啊啦啦 哇 小姑娘 你竟然把怨靈和哭雨都消滅了 我怎麼是由你上來 啊 希臉小姐 你不僅消滅了怨靈 還解決了哭雨 我們真是無法用言語表達感激之情呀 既然怨靈已經消失 我們不用再搞什麼風神祭了 不如辦一場慶祝音樂會 Come on 等一下 我怎麼突然 剛才是誰哭著喊出來 退出樂團啊 你們怎麼會知道 你在家我喊的那麼大聲 所有人都聽見了呀 欸 我這麼說是為了迷惑敵人 欸 你們不知道當時有多危險 幸好惠小姐出現 不然我早就被怨靈吃了 欸 多少 惠小姐呢 我們上來的時候沒看到惠小姐 她不會超度了吧 啊啦啦 孟蒙 孟蒙 你看到惠小姐了嗎 啊 果然已經消失了 抱歉 惠小姐從來不希望別人知道真相 所以我一直隱瞞著 惠小姐到底隱瞞了什麼 那只怨靈就是惠小姐的靈魂 果然啊 啊 三年前毒氣事件不久後 惠小姐因為自責和悔恨自殺了 她的執念過身 這種執念說服她的靈魂 並且慢慢吞噬她的意識 最終她的靈魂變成了怨靈 在惠小姐最後的意識被吞噬之前 我和某某催眠了怨靈 並把那份意識保留在惠小姐的手錶中 你們看見了惠小姐 這次某某將那份意識轉化而成的夢 現在怨靈已經消失 這個漫長的夢終於醒了 我應該早點察覺到 西原小姐 您不必自責 惠小姐很感謝您 雖然在劇院的時光很快樂 但惠小姐始終被悔恨束縛 能協助西原小姐消滅月靈 對她來說是救贖 是最好的結局 是我該謝謝她 她的手錶我還沒來得還 欸 我還沒來得及還 這塊手錶就當做惠小姐送你的謝禮吧 嗯 我會好好珍藏 好啦 惠小姐 你沒有告訴西原小姐真相嗎? 我知道西原小姐是個非常溫柔的人 如果她知道真相一定會取消計畫 而且這樣的結果我已經很滿足了 惠小姐 大家正在慶祝呢 你還有時間跟她們到告別 大家一定很期待你的到場 不用了 夢夢 以前的我把鮮花和掌聲釋入自己的生命 我努力工作 鍛鍊演技 我以為我很敬業 實際上我只是在害怕 我害怕過氣 害怕被新人踩下去 害怕失去觀眾的喜愛喜愛 那時的我愛的是虛無飄渺的名譽 所以我發現被欺騙後 我迷失自己 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 現在我終於明白 鮮花和掌聲已經不屬於我 在幕後看著大家露出發自內心的笑 我就心滿意足了 喜元 說實話 我很嫉妒你 我嫉妒你不是因為你的臉蛋 也不是因為你受歡迎 我嫉妒的 是你有愛人的勇氣和被愛的自由 妖怪映畫中 啊 第三畫結束了 也太感動了吧 哇 對了 我在閣樓找到一個黑色的膠卷 不知道是不是你在找的那盤 喔 對齁 還有膠卷的事齁 我都忘記了 這是一盤漆黑的膠卷 寧願能看到膠卷表面不滿黑色的羽毛 羽毛花紋 嗯 這應該是我要找的那盤膠卷喔 先小姐 之前提過某某能夠播放膠卷 如果有需要可以來炒我們 嗯 謝謝你 夢夢 喔 好了 那我看看喔 哇 都是破洞 消失的放映門 又出現了 默默說過放映師被某種強大的力量抹去存在 只可能是風神做的 但風神在幾年前就已經死了 先講不用在意這些 我們離詛咒只有一步之遙了 左邊的放映師能播放膠卷 右邊的妖怪商店也能播放膠卷 這盤膠卷不是一般膠卷 或許使用一次就會消失 所以 嗯 什麼意思 既然祖咒和放映師有關 或許通過放映機播放膠卷能夠 真正解開祖咒 不過之前因為某某的緣故 我看到我和蕙小姐的記憶 說不定某某能夠幫助我找回失去的記憶 嗯 不管戲院講座怎麼抉擇 我都沒有意見 謝謝你同步 此處為結局的分歧點 將自動存檔 為方便你的遊玩不同的結局 此處自動存檔將不再更新 之後請妥占使用手動存檔 原來如此 劇院內部分角色有新對話內容 打開門後將記錄中章並錯過新對話內容 了解 所以我們先多存一個存檔 好的 那我們在進去之前 我打算先把所有的角色再講過一次話 麻煩你大根 說我記憶你大根 是搞定更看的 好 好 偶爾 好 好 好 factor 抱歉 当时情况太危急了 算了 我也没责怪你 毕竟你是为了帮助大家消灭怨灵 不过你为什么会在 对啊 当时怨灵的怨气差点把我吞噬 是这家伙救了我 谢谢你 嗯? 怨灵消失后 哭语中的亡灵也得以解脱 爱花小姐回到了这里 听这家伙演奏完后就消失了 她很感谢你让爱花小姐的灵魂得以解放 不用感谢我 是你的心意传到了爱花小姐那里 她才会回来 都会鼓励人 你这家伙还挺不错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谁欺负你 我会阻挡她全身流血而死 太可怕了吧 还是算了 喂 你是要离开这里了吧 有时间要回来看看 嗯 好吧 哦 你要跟她去旅行啊 诶 这里也结束了 那我们先到祭祀的大厅去看一下好了 哎啦啦 鸭子你在这里啊 听梦梦说 慧小姐为了收集创作灵感四处旅游去了 走得可真急呀 我们都来不及送她一层 嗯 听 说起来我还是慧小姐的粉丝 而且不光是我 剧院的大伙都知道慧小姐过去的事 这件事我们一直瞒着她 就是希望她能够彻底放下过去 原来如此 无论如何慧小姐不在的日子 我一定会努力经营 嗯 亚信先生 我相信你能经营好剧院 啊 大家真的是对慧小姐很好耶 啊 啊 都 哎 花花 默默说会会去旅行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到喵 啊 抱歉啊 还没有给你那个词耶 慧小姐听说您找到了祭祠 没错 不过祭祠应该派不上用场了吧 其实我已经把祭祠翻译出来 我想比较一下我翻译的祭祠 还您找到了的 嗯 应该还是有点差别吧 巴云先生 你的翻译和这份翻译稿 除了特别句子不同外 基本上差不多 呵呵 多亏信小姐答应我 找翻译文稿 我顿值感觉轻松了不少 翻译速度大大提升了 不过这份翻译稿用词 雄友优美 造译很高 这是三外友善 看来我还要继续努力 对啊 翻译是一个坑耶 等等这份翻译稿 嗯 稿子下面的名字是 灰座先生 灰座 是谁啊 是有名的民俗专家 也是我非常敬忠的导师 如果不是他 我不可能走向民俗研究的道路 但是三年前 剧院遭受毒气袭击 正在黑森丁考察的灰座先生 不幸遇难 啊啦 没想到竟然还能够看到他的翻译稿 西渊小姐 谢谢您找到这份 珍贵的翻译稿 灰座先生在遇难前 潜心研究黑森丁和 陆明春的历史 我会努力达到灰座先生的高度 完成他未尽的研究 嗯 我相信巴云先生一定能成功 啊啦 对了 西渊小姐 如果您对祭祀或者是 风神的过去有什么不懂 可以随时问我 我会认真解答 哦 很好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风神祭想要问的是祭祀的含义好了 关于祭祀要80年前讲起 大正时期陆明春因煤矿夜发达 那时信仰风神的人并不多 陆明春村民都信仰的一名叫做枯荣的神明 啊我们见过了 可惜好景不长 战争爆发后 男人都上前打仗 陆明春开始衰落 二战结束后 村中男人大半战死 让人惊叉的是 信仰风神教的人 男人竟然全都安然无恙地回来 啊难怪哦 天火如咒雨 悲鸣如疾风 正是对战场的描述 风神大人显身身 生灵信免涂淡 这指风神的庇佑 让那些男人幸存 在人力匮乏的年代 家中有个健壮男子 意味着整个家族能够延续下去 风神教理所当然地 以势不可挡的速度 在陆明春扩张 最终完全取代风 哎哭龙神 成为陆明春唯一的信仰 至于祭祀后半的部分 就像大部分宗教祈祷文一样 讲村民祈求 风神带来风调雨顺 而去除灾难穷困 以上就是祭祀的解释 原来如此 哎呦 风神啊 风神我怎么会死啊 风神本名 功劳僧罗万物之神 之主 是一位能够操控时空 四季流转 万物生长的强大神明 据说一百年前 风神转身到陆明春 以护人家的女婴身上 女婴在孩童时期 就展现出非凡的力量 但因当时陆明春村民 都信仰枯荣神 很多人把女孩当作不祥之物 二上后 风神叫兴起 那名女孩也 被信徒称为神宫 哦 就是当时祭典的那个神宫 地域神明居住的躯体 神宫负责主持祭典 与神明对话 在陆明春有很大的 话语权 据陆明春的资料记载 神宫活了103岁 四年前去世 这之后 风神 销声匿迹 陆明春也陷入了 无法挽回的衰弱 原来如此 剧院的妖怪有什么好讲的吗 人类抛弃剧院后 周边的妖怪便入住了剧院 纷纷建起了伤部 不过几年前 一只院灵占据了 存放胶卷的阁楼 剧院不能正常播放电影 大家的声音或多或少受到冲击 大家知道风神很强大 就组织了祭典 希望风神能够驱逐 怨灵 这里的妖怪都是风神的信徒吗 嗯 该怎么说 其实啊 剧院的妖怪并不是全 并不全是风神的信徒 或者说根本没几个信徒 人类对未知的力量 会产生敬畏之情 信仰也因此诞生 但对于我们妖怪来说 神明不是未知的力量 我们经常和神明打交召 我们与神明的关系 就好比客人与商人 我们贡献给神明祭品 神明帮我们驱逐邪灵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关系 嗯 原来如此 好了 谢谢你哦 哇哦 来来来 狐狸狐狸 你就是拐走 玉琴小姐的人类 终于发现了 不用害怕啦 我不会抓你 大小姐能够获得自由 是一件好事 放心吧 给我照着 这块地盘的其他狐狸 不会对你怎么样 你是有多大的权利啊 带股合同还是一样哦 根本没人会来参加音乐会 这家伙怎么说才能明白啊 对啊 我们正在准备音乐会的事 这是为了感谢惠小姐 and 西元小姐也是为了纪念剧院的重生 哦 就这样子吗 OKOK 啊 可以出去可以出去 太好了 可以出去的话 我们 探索一下附近好了 应该还有很多地方是我们没看到的哦 我们先回咖啡馆一下好了 咖啡馆有我还没有讲过话的人哦 诶 生吃猫 你怎么在这里 多多 券赏好久不见 你这个打扮 你 咋现在是厨师了 现在正在环游日本 寻找各式各样的美食喵 等旅行结束 只要会开一间餐厅 券赏到时一定要来捧场喵 嗯 哼哼 诶诶 兵兵 你那个 姐姐 诶 结果也没办法对话 哈啰 江泽不在果然冷清了不少 不过我发现和陌生人交流也没那么困难 嗯 我相信鹰子小姐一定能打理好咖啡馆的 西元小姐真是又可爱又温柔 正想拉上您喝上几杯 呵呵 之前遇到的那只黑猫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 西元小姐似乎有更重要的是 等你有空了一定来店里 OKOK 结果... 这里好像也没问题了 我看一下我们去... 我记得车站那边的水果店我们也去逛一下好了 来来来 唉呦 代言的事还是一样啊 我还以为有什么特别的对话勒 唉呦 剩下的是公寓吗 不知道公寓里面这边 他还在不在里面 唉呃 唉 不过有可以对话东西哦 哦 独技事件已经看过了 然后竞柄 唉 你看你看 这边还会自己进暖炉 不明村的那边我们也去看一下好了 哦 这边的事情还是很可怕 我们先去黑森林 不了 哎呦 村头好了 村头这边还有什么没探险过的吗 我倒是想要去一下那个动物的那边哦 动物那边是那个头骨的地方 这边也顺便看一下门可不可以进去 还是一样 好吧 那我们就往下走 呃 这边好像也已经没东西了 该带走的也带走了 然后路名小学也是进不去的 哎呦 哎 稻草人 这丫头算古怪人还蛮不错的 继续夸张 小路 劝大人真的是又善良又厉害 为什么你直接反念 小鸡 村上的朋友很好很厉害 呵呵 哎呦 这里好像已经没东西了哦 这里一路走过去就是 黑森林了吧 嗯 好了 那我们就正式的去剧院那边哦 剧院那边有两个结局 基本上两个都会看啦 嗯 不过到底要怎么选择啊 我总觉得两个结局可能都没有那么好也说不定哦 好 这里做一个最后的存档 那我们就从左边好了 呜 哦 哦 中章 归途 哦 要回去了就对 来吧 入入胶卷后请到检视萤幕确认胶卷的位置 好吧 放进去 这个是要回去的路哦 奇怪的底片 哎呦 这什么 我怎么觉得结局是不好的啊 不是应该要正常回到过去了吗 啊 又是车祸现场 啊 是血 虹虎你怎么在这儿 圈奖谢谢你 谢谢你 你现在能说话了 嗯 先讲打开放映机的瞬间所有诅咒都消失了 但是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先讲你能够发自内心的信任我 我很感谢 但是对不起 不会吧 我答应过你在解开诅咒后告诉你真相 因为真相太过沉重所以 我不能告诉你真相 什么东西啊 对不起 嗯 他确实回来了 但是 痛苦也不见了 这是他一开始要搭电车 对啊 搭电车 只是 突然跑到了那个路名村而已 我似乎做了一个漫长的梦 我已经不记得梦里发生什么 刚才叫的名字 童谷 是谁 啊 不会吧 啊 不会吧 回来后的结局竟然是忘掉一切 然后自己在坐在电车上 然后 回家 当作这一切事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 而且他不愿意告诉他真相到底是为什么啊 所以说我觉得啊 在右边的门应该能够发现一切的事实是什么哦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 她妈妈的话 可是看了应该也想不起来为什么会有这幅画了吧 嗯 果然 哇 这个结局不太好耶 我大喜欢忘掉一切 然后一无所知的又返回日常 不应该是这样的哦 结局归途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